长度对我这种离心身材女孩来说呢 非常的友好 因为上镜的话 我觉得还蛮有那种女团 idol风的 是完全妥妥的一个 就是这种小香风 白色 珍珠 然后再加上一个小小的肩线 腰线又说得比较紧 非常凸显身材 就是有一种反转魅力吧 它是一个这种皮的 皮的小块头 我觉得Lululemon的平T 老少女的妆嫩必备 非常的沉着冷静 然后又带着一点点俏皮可爱 重新拾起了派利德 Hello 人王 这里是昆昆 今天呢是2022年的第一篇购物分享 就是以几件衣服为主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可爱的小东西 今天来了大家都比较怕冷嘛 所以我感觉最近买的东西 都是属于那种温温柔柔 然后温温暖暖的这种东西 大家分享第一个东西 今天去逛街的时候 我买了一个Sandra的小外套 瞬间让我一眼心中的那一种 粉色的千鸟格的样子 可以看一下 冬天就是千鸟格是一个 经久不衰的一个元素 然后它做成了这种 奶白色跟奶粉色的颜色呢 就是特别的温柔 它是能把屁股大概是能遮住的 底衬呢也是做得很他们家 就是非常的光滑啦 很fancy 就是很明远小姐姐的感觉 刚刚是带有了一个小小的扣子 是金白边的 然后他们带了这个小小的logo的扣子 当然是自己带了两块垫肩 但它的垫肩是属于比较薄的那一种 就是说不会显得肩膀特别的宽 冬天我觉得大家都是会穿小裙子 然后外面搭一个西装外套 然后再裹一个大大的羽绒服 就长度对我这种离心身下女孩来说呢 非常的友好 因为它能遮住我的夹胯宽 接下来 然后说一下我身上的这个衣服吧 最近很火的 韩国品牌叫choo 就是在国内有很多线下店啊 然后有旗舰店 不得不说 它进军中国市场 用的面料比它本土的要好太多了 在国内主打的那种风格 是那种甜酷风 但是他们在韩国的官网上主打的风格 其实是更大的温柔和更大的少女一些 当然说我身上的这一套 那设计呢 就是一个今年很流行的这种套袖的款式 料质呢 也是这种有眼像薄薄的小毛绒的这种 然后其实它并不是非常的厚 一个稍微偏高的小领子 然后但它又不是完全那种纯纯的高领 对我这种脖子并不是特别长的女孩子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友好的长度 脖领这个地方会有一丢丢的小小的褶皱 有一丢丢的问题就是 它这件衣服没有过多的腰身 就是它完全就是一个非常松松垮垮的 但是就是直接这样子看 然后上镜的话 我觉得还蛮有那种女团 idol风的 是好看的 这个颜色还有黑色 还有米白色 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冲一波的 然后第二套 我们来说一下在他们家买的 小香风的这种小套装 类似羊羔毛毛 但是它的料子特别特别的薄 就是和你可能几十块钱在淘宝上买的 那个质量是很一样的 整体就是薄无长意 它现在这个结尾这边 就是里面有杂这种类似的小小的筋线 质量很一般的这种杂的这种小筋线 然后它的袖口也有 然后呢它下面搭配的也是一个 这个小裙子 同款的小裙子 也是同样的面料 然后就是在它的尾巴这个地方处理的 也是一模一样的 同时我还买了他们家就是一起搭配的一款 就是小小的一个腰链 这种珍珠和这种金色的这个搭配 然后是完全妥妥的一个 就是这种小香风 白色珍珠 然后再加上一些小小的筋线 虽然说它的质量堪忧 但是氛围感还是不错的 它们的价格也很便宜嘛 如果你只是想冲一波就是好看的衣服 就是穿个几次的话 那就go for it 但如果你是质量稍微好一点的衣服 那我真的就不推荐啦 他们家买的最后一件衣服 一个毛衣的 半袖的这样子的一个连衣裙 那就是米白色非常的简单 然后它比较可爱的是在它的袖子这边呢 它是做了有点像这种蓬蓬袖 然后加小小的褶皱的感觉 腰线又瘦得比较紧 非常凸显身材 就是有一种反转魅力吧 就又可爱又性感的一条小裙子 就强度我觉得拿捏的也是很OK 搭配一个白色的小靴子 那个氛围感瞬间就来了 再来说一下加拿大大家第一买的品牌 Arisia 加拿大的女孩子没有不买他们家的吧 因为如果不买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线下购物体验了 然后先来说第一个 就是在他们家买了一个小的crop top 它是一个这种皮的 皮的小crop top 同志们 然后呢就是非常的cute 它的这个VeganModizer 其实我觉得摸上去啊 从它的质感各方面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价格他们家一般 就算是在 啊 boxing day的时候 它可能只能便宜一个5块钱 大家平时日常看到的话 就下单就好了 就不需要等 它背后这个地方是拉链形式的 它还有棕色呀 黑色 然后应该也会有白色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那再来说一下 他们家 这款legging 是我绝的 Lululemon的平T 就是Lululemon可能要100多加币 这条的话 就是在68加币 其实就是大概是一半的价格 这样子 如果说你们想要类似这种呢 你们就可以去买 瑞西亚家的这个legging的这个butter系列 就认准是这个butter这个系列 然后它这个系列呢是分两种 一个是这个checky 另外一个是A打头 那个字母有点长 我忘记 那个呢就是它的料子会比这个checky 我觉得更加的顺滑丝滑一些 然后checky的这一款呢 它就是能让你的屁股看起来更加的翘一些 所以说我一般都是在两款中间来回回购的 爱运动爱穿legging的那种女孩子 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 Aresa的这款butter的这一款 是他们家的所有的legging里面 就是最丝滑的 因为它叫butter 好像黄牛一样丝滑 买的衣服说完了 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东西 当然在多伦多开店了 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 但是我前一段时间 12月份去逛街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然后就店里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就是多伦多终于有line了 天呐 然后我就是去顺路去买了两个东西 发姑 这个发姑就是 它这个小兔子的那个耳朵 还是正常耳朵 然后另外一个是 打拉下来的这种耳朵 就还挺可爱的 就是早上啊洗脸嘛 尤其是现在有刘海的姐妹们 还蛮可爱的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扎头发的 这个我觉得比较cute的一点是 你们看它两头 一个是这个小兔子的头 然后再一个是小兔子的这个屁股 是不是超级的可爱 老少女的妆嫩必备 然后我的托星比较大 所以我真的很适合 就是带发姑什么的这种 那我就带着露吧 那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回购的一个香水 就是我回购了一个 又没有加的香水 这个我已经又把它拆开了 是因为我真的是 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 它的这个味道是属于 一到秋冬天 我就特别喜欢的一个味道 就是Miu Miu的这一款 然后它的中文名叫什么 I totally forgot 前调是黑醋粒和柠檬啊 这种 所以说它的前调 刚刚又闻上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灵力的 它的中调呢 是有百合呀 玫瑰呀 这种花香料 出了这种比较清新活泼的感觉 但是它的厚调 才是最最最得我心的 就是为什么每一道 就是秋冬的时候 我就会喜欢喷这款香水 就是因为它的厚调 是这种弹幕香跟色香 非常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温柔 而且一点也没有什么杀伤力 但是又会觉得你整个人 非常的有气质的意义 非常的沉着冷静 然后又带着一点点俏皮可爱 可能占了30% 然后它的沉着冷静 占了70% 就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少女 觉得就跟每一年 就是许的新年愿望是一样的 就希望自己在新年里面 做一个更加沉淀稳定的人吧 所以说这款 是我很钟爱的秋冬香水分享给你们 最后呢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我最近又把它拿出来完了 然后因此又去买了更多的 它的配饰的东西 就是 哈利德 人生中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真的是 就是一拍那个照片出来 就会有一种那种年代和氛围感 记录生活非常好的一点 尤其现在我们的其实照片 大部分都是在手机上嘛 就是是电子版本的 然后如果有一个这种相纸版本的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可爱 我这款就是非常老旧的一个版本了 我这个就是 迷你8 就是说迷你25的那个版本 它照出来的人 就会更加的白皙一点 像迷你8 它就是灰调会稍微的多 那么一丢丢 我为了它然后又去买了新的相纸 新的就是这种小小的可以记录的 这种小小的相簿啊什么的 很值得纪念 然后比如说 像我们跨年的时候啊 那天在家吃火锅啊 然后包括就是 我跟周周在地上照相啊什么 狗的这种瞬间 就很眼神很搞笑的这种瞬间 可以装饰的这种小贴纸啊 包括这种小贴条什么的 很多相纸 然后比如说像张子青的这种 Hello Kitty啊 带小豹纹的 我刚刚还买了这种 熊哥哥和熊妹妹的 我们很可爱的 梅乐迪 还有就是一些 普通版本的 普通版本的 拍立得拍照其实也很好看 非常的有氛围感 偏港风啊 然后那种 偏就是鲜艳一点的那种花朵啊 然后重新拾起了拍立得 然后为了它买了很多相纸这样 OK好啦 所以我近期的购物分享 就是到这里了 一些温暖的购物分享吧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给我的频道点个赞 点个关注 任何形式知识 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啦 好啦 小姐妹们 我也是你们的困困呀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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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